全油管最快新闻,据中心社报道,第九次中法高级别经济财经对话于7月29日在北京举行。 中方牵头人何立峰与法方牵头人勒梅尔共同主持了此次对话,双方达成了一系列合作共识。 中法高级别经济财经对话机制建立于2013年,旨在加强两国在经济和财经领域的合作。 此次对话的举行是为了落实习近平主席与马克龙总统会谈达成的共识。 对话的成果包括了全球治理、国际金融、气候和环境等方面的合作共识。 这次对话的举行进一步推动了中法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发展。 订阅新闻及速递,最先知小天下事。